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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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蓝湛 你是有心事吗 你知不知道 开车的时候思想开小差是很危险的 我知道 蓝忘机说着又低头吻了吻魏无羡的鼻子 我下次不会这样了 你当时在想什么啊 说到这个事 魏无羡一下子从沙发上坐起来 一脸严肃地望着蓝忘机 我要知道 语气听上去有些霸道 蓝忘机闻言笑了起来 自从他回来 跟魏无羡和好开始 总感觉魏无羡跟以前不一样了 在他面前也变得小心了许多 更多时候 他觉得魏无羡在他面前是隐忍着的 像现在这样 用霸道解命令的语气跟他说话的态度还是第一次 那你给点好处我就告诉你 蓝忘机说着 把脸凑了过去 魏无羡捧着蓝忘机的脸 就一脸缩了好几口 好几道 够不够 不够还有 说着还故意伸手 去扯蓝忘机的衣领 蓝忘机连忙认输 笑着跟魏无羡闹闹了一会儿后 没把魏无羡那双爱作乱的小手握进了掌心里 认真道 魏英 你喜欢孩子吗 啊 魏无羡一时没明白 眨巴着眼睛望着蓝忘机 什么意思 就是 你喜欢身边养个孩子吗 蓝忘机解释道 我看你跟景仪在一起的时候 玩得挺开心的 觉得你可能会喜欢孩子 魏无羡啊了一声 我对景仪好 是因为景仪姓蓝 她是西辰的孩子 不是因为我喜欢孩子 再说了 我要说我喜欢孩子 你还能给我整出一个孩子来啊 蓝忘机问了一声 嘴角的笑意压都压不住 魏无羡皱了下眉 故意逗她 夸张的表情道 晚蓝忘机 你哪来的孩子 你别告诉我你消失了两年而已 就给我整出来一个孩子了吧 瞎说什么呢 蓝忘机凭直觉 她要是再不堵住这人的嘴 这人肯定能把自己头上 说得长出来一片青草地 于是 蓝忘机起身扑了过去 直接把魏无羡压在身下亲了亲 只等亲的魏无羡喘不上气来了 才将她放开 我在M国遇见过一个孩子 比锦仪也就大个半岁吧 不等蓝忘机把话说完 魏无羡就喘息着插嘴道 那人家能给你啊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吗 蓝忘机亲了亲魏无羡的鼻尖 继续道 那个小孩父母都不在了 他跟奶奶过 但是在我离开前 听说他奶奶也生病住院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熬过去 什么意思 魏无羡问 他奶奶的病很严重吗 不重 但是快九十岁了吧 蓝忘机回想了一下 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场景 就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奶奶 随时不知道自己那天睡过去 就突然醒不过来了 一旦老奶奶醒不过来了 那个孩子就再也没有其他亲人了 蓝忘机说着说着竟有些伤感起来 我曾见过他 饿了在湖边捡果皮吃 渴了捡垃圾桶里的空瓶子 到湖里盛水喝的样子 就那么小小的一个 他看起来就跟景仪差不多大 但是你看景仪 逛一趟超市 买个玩具就能好几千 走累了还有人暴 可是那个小男孩 却不得不过早地体验生活的艰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